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的最低温在新竹额眉只有6.6度 明天清晨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下滩10度 今天东北季风开始增强 明天后天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的水汽都会增加 所以哪些地方出门要带伞呢 今天越晚降雨几率会越高 一直到星期五在迎封面的桃源伊北 还有东半部和恒春半岛都容易下雨 尤其是在宜兰还有基隆北海岸的雨会比较大 也会比较持续 接下来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跨年夜还有元旦 可以看到一样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最容易下雨 但是北部还有东北部也都会容易飘雨 再加上南方水汽影响 全台湾的平地云量都会偏多 所以要迎接第一道曙光 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几率恐怕不高 花冬也会有一点点机会而中南部要碰碰运气了 温度方面先来看到白色线条 北部还有东北部因为降雨变多 高温就上不来 可能整天都只有14到17度 绿色的中南部这两天低温大概有11到14度 白天高温有机会来到22到25度 日夜温差高达10度 只有在花冬会相对暖一点 31号到明年1月1号的跨年夜在北部还有中南部的低温可能都只有15度 左右要参加跨年活动或者是要追曙光都要记得穿暖一点 回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因为东北几风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 从新竹到高雄的空旷地区都是低温特报的黄色灯号 在一大清早都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下 再加上东北几风增强的影响风也会变大 从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和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容易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生活巴罗密帮您整理气象重点 今天东北几风增强 北部东北部明天开始整天凉凉冷冷 大约只有14到17度 而且很容易下雨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的雨势可能会比较大 比较时久 出门都要带伞 而中南部的话日夜温差是很大的 白天高温有22到25度 不过清晨可能只有10度以下 起床要记得赶快加件衣服 海边的风浪也变大了 在西半部还有东南部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到海边活动要多多注意安全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天气情况